小说剧《流浪地球》 根据刘慈欣的小说改编 主播超越 导演 薇璐 第四集 发令枪响过之后 上百只雪橇在冰冻的海洋上 以每小时200公里左右的速度出发了 开始还有几只雪橇相伴 但是过了两天以后 它们或前或后都消失在地冰线之外 此时身后的地球发动机的光芒 已经看不到了 我正处于地球最黑暗的部分 在我的眼里 世界是由广阔的星空 和向四面无限伸展的冰原组成的 这冰原似乎一直延伸到宇宙的尽头 或者它本身就是宇宙的尽头 而在无限的星空 和无限的冰原组成的宇宙中 只有我一个人 雪崩般的孤独感压倒了我 不时地想哭 此时名次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无关紧要 我拼命地赶路 为了在这可怕的孤独感 杀死我之前 尽早地摆脱它 而那想象中的彼岸 似乎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天边出现了一个人影 近了些之后 我发现那是一个姑娘 正站在她的雪橇旁 她的长发 在冰原上的寒风中飘动着 你知道这时遇见一个姑娘 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的后半生 就由此确定了 她是一位日本人 名字叫山斌家带子 女子组比我们先出发了十二个小时 她的雪橇卡在了冰凤里 把一根滑杆给卡断了 我一边帮她修雪橇 一边把刚才我的感觉告诉她 您说的太对了 我也是那样的感觉 是的 好像整个宇宙中 就只有您一个人 太孤独 太可怕了 知道吗 我看到您从远方出现时 就像看到太阳升起一样呢 你为什么不叫救援飞机呢 这是一场体现人类精神的比赛 要知道 流浪地球在宇宙中 是叫不到救援的 家带子挥动着小拳头 以日本人特有的执着对我说 不过现在总得叫了 我们都没有备用滑杆 你的雪橇修不好了 那我做您的雪橇一起走好吗 如果您不在意名字的话 我当然不在意 于是我和家带子 一起在冰冻的太平洋上 走完了剩下的漫长路程 经过夏威夷之后 我们看到了天边的曙光 在被那个小小的太阳照亮的 无际的冰原上 我们向联合政府的民政部发掘了结婚申请 当我们到达纽约的时候 这个项目的裁判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开始收摊走了 只有一个民政局的官员在等着我们 祝贺你们 新郎新娘 他向我们致贺之后 并开始履行他的职责 他挥手在空中 滑出了一个全息图像 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几万个原点 这是这几天 全世界向联合政府登记结婚的数目 由于环境的严酷 法律规定 每三对新婚配偶中 只有一对有生育权 而且有抽签决定 家带子对着半空中那几万个点 犹豫了半天 点了中间的一个 当那个点变成绿色的时候 他高兴地跳了起来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可以有孩子了 我们可以有孩子了 然而我的心里却不是滋味 我的孩子出生在这个苦难的时代 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我很高兴 每当一对新郎新娘 点绿一个生命亮点的时候 我都为他们高兴 来 新郎新娘 我们庆祝一下 那位官员说着 便拿出了一瓶足特夹 我们三个轮着一人喝一口 都为人类的延续而干杯 在我们的身后 遥远的太阳 用它微弱的光芒 给自由女神像 度上了一层金灰 对面是已经无人居住的 曼哈顿摩天大楼群 微弱的阳光 把他们的影子 长长地投在了纽约港 寂静的冰面上 最易朦胧的我 眼泪 禁不住涌了出来 地球 我的流浪地球啊 分手前 官员递给了我们一串钥匙 这是 你们在亚洲 分岛的房子 回家吧 哦 家 多好啊 多好 官员带着罪意 说出了上面的话 可是他说出的话 并没有罪 有什么好的 我默然地回答 亚洲的地下城 已经充满了危险 这些你们在西半球 当然体会不到 我们马上也有 你们体会不到 的危险了 地球又要穿过 小行星带 这次 是西半球 对着运行方向 上几个变轨周期 也经过小行星带 不是没什么大事吗 那只是擦着 小行星带的边缘走 太空舰队 当然能应付 他们可以用 激光和核弹 把地球航线上的 那些小石块 都清除掉 但这次 你们没看新闻 这次地球 要从小行星带 正中穿过去 舰队只能对付 那些大石块 嘿嘿 在回到亚洲的飞机上 家带子问我 那些石块很大吗 我父亲 现在就在太空舰队 干那件工作 所以 尽管政府为了避免惊慌 照例封锁消息 我还是知道了一些情况 我告诉家带子 那些石块 大的像一座山 五千万吨级的热核炸弹 只能在上面打出一个小坑 他们就要使用 人类手中 威力最大的武器了 你是说反物质炸弹 还能是什么 太空舰队的巡航范围是多远 现在他们力量有限 我爸说 只有一百五十万公里左右 那我们能看到了 最好别看 可是家带子还是看了 而且是没戴护目镜看的 反物质炸弹的第一次闪光 是在我们起飞不久后 从太空船来的 那时 家带子正在欣赏 飞机悬窗外空中的星星 这是他的双眼 失明了一个多小时 以后的一个月 眼睛都红肿流泪 那真是让人心惊肉跳的时刻 反物质炮弹 不断地击中小行星 掩灭的强光 此起彼伏地 在漆黑的太空中闪现 仿佛宇宙中 有一群巨人 围着地球用闪光灯 疯狂地拍照似的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看到了火流星 它们拖着长长的火尾 滑破长空 给人一种恐惧的美感 火流星越来越多 每一个在空中滑过的距离 越来越长 突然 鸡身在一声巨响之中 震撞了一下 接连着又是连续的巨响和振扎 夹带子惊恐地扑到我怀里 他显然以为飞机被流星击中了 这个时候 舱里响起了机掌的声音 各位乘客请不要惊慌 这是流星冲破音障 产生的超音速暴音 请大家戴上耳机 否则您的听觉会受到永久的损害 由于飞行安全已无法保证 我们将在夏威夷紧急降落 这时 我盯住了一个火流星 那个火球的体积 比别的大处许多 我不相信 它能在大气中烧完 果然 那火球即使过大半个天空 越来越小 但还是坠入了冰海 从万米高空看到 海面被击中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小白点 那白点 立刻扩散成一个白色的圆圈 圆圈迅速在海面扩大 那是浪吗 家带子颤着声音问我 是浪 上百米的浪 不过海风动了 冰面会很快使它衰减的 我自我安慰的回答 不再看下面 我们很快在 潭香山降落 有当地政府安排去地下城 我们的汽车 沿着海岸走 天空中布满了火流星 那些红发恶魔 好像是从太空中的 某一个点 同时迸发出来的 一颗流星在距海岸不远处 击中了海面 没有看到水柱 但水蒸汽形成的白色蘑菇云 高高地升起 涌浪从冰层下 传到了岸边 厚厚的冰层 轰隆隆地被震碎了 冰面显出了浪的形状 好像有一群温柔的巨兽 在下面排着队游过 这块有多大 我问那位来接应我们的官员 不超过五公斤 不会比你的脑袋大吧 不过刚接到通知 在北方八百公里的海面上 刚落下一颗二十吨左右的 这个时候 他手腕上的通讯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之后 对司机说 来不及到二零四号门了 就进去找个入口吧 汽车转了个弯 在一个地下城入口前停了下来 下车后 我看到入口处有几个士兵 他们都一动不动地盯着远方的一个方向 眼里充满了恐惧 我们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在天海连线处 我们看到了一层黑色的屏障 出一看 好像是天边滴滴的云层 但那云层的高度太极了 像一栋横在天边的长墙 墙头上 还镶着一线白边 那是什么呀 家带子怯生生地问一个军官 得到的回答 让我们毛发直出 浪 浪 家带子惊讶地叫了一声 军官解释道 那是融化的冰水形成的浪 我和家带子互相望了一眼 不禁被眼前这壮观和恐怖的景象 镇住了 地下城高大的铁门迅速地关上 大约过了十分钟 我们感到从地面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声音很闷 很大 像一个巨人在地面打滚 我们禁不住面面相觑 大家都知道 百米高的巨浪正在滚过夏威夷 也将滚过整个大陆 但是 另一种震动更吓人 仿佛有一只巨拳 从天空中不断地击打着地球 在地下 这震动并不大 但每一个震动都直达我们灵魂的深处 这是流星在不断地击中地面 我们的星球所遭到的残酷轰炸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个星期 当我们走出地下城的时候 夹带子禁不住尖叫起来 天哪 天怎么会是这样的 天空是灰色的 这是因为高层大气 弥漫着小行星撞击陆地时 产生的灰尘 星星和太阳都消失在这无际的灰色里 仿佛整个宇宙在下着一场大雾 地面上滔天巨浪流下的海水 还没有来得及退去 就风冻了 城市幸存的高楼形单影支地立在冰面上 挂着长长的冰棱柱 冰面上落去了一层撞击尘 于是这个世界只剩下了一种颜色 那就是灰色 离开这个地下城之后 我和佳带子继续开始了回亚洲的旅程 在飞机穿过早已经没有意义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时 我们见到了人类所见过的最黑的黑夜 飞机仿佛前行在墨汁的海洋里 看着机舱外那没有一丝光线的世界 我们的心情也暗淡到了极点 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 佳带子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佳带子说这句话指的是这个旅程 还是这充满苦难和灾难的生活 而我现在觉得这两者都没有尽头 因为即使地球航出了海闪的威力圈 我们得以逃生 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只是在那漫长阶梯的最下级 当我们的一百代重孙爬上阶梯的顶端 见到新生活的光明时 我们的骨头早已经变成灰了 我不敢想象未来的苦难和艰辛 我更不敢想象 要带着爱人和孩子走过这条 看不到头的泥泞路 我累了 实在走不动了 就在我被悲伤和绝望窒息的时候 机舱里响起了一声女人的惊叫声 啊 不 不能啊 亲爱的 我寻着声音看去 只见这个女人正从旁边的一个男人手中 夺下了一支手枪 那个男人刚才显然想把枪口凑到自己的太阳穴上 那个男人很瘦弱 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无限的远处 女人把头埋在她的膝上 硬硬地哭了起来 安静 男人冷冷地说 哭声消失了 只有飞机发动机发出均匀的轻响 像不变的哀悦在空气中荡漾 在我的感觉里 飞机已经被粘在这巨大的黑暗中 一动不动 而整个宇宙 除了黑暗和飞机 便什么也没有了 夹带子紧紧地钻在我的怀里